我们应该尊重男女主角的意见 现在这样一个时代 这个地球都离得这么的近 大家彼此的交流都这么的频繁 很多 我们还有什么样的一些壁垒 但是你知道文化这个东西 它是非常顽固的 即便在同样中国 比如说乡村和城市 可能它的磨合都要有巨大的成本 当这个成本超过了你忍耐的极限 你们大家最后都会扛不住 所以说我真的希望他们 慎重慎重再慎重 不是这么炒帅的成本 我觉得做了一个国外的小伙子 今天能够站在完美告白的舞台当中 来告白就已经非常有勇气了 而且更重要的是 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应该帮助她 如何去解决她未来的 这个丈母娘的问题 给她出办法 给她出招 而不是在这里告诉她 你的婚姻不可以 我们连尝试的机会都没有 帮助她的方式 不一定是帮助她打气加油 也要帮助她理性的分析 关于婚姻这件事 我觉得丈母娘比女孩 姜还是老的辣 干嘛不 姜是老的辣 但是我觉得那个中西方的文化 是有差异 但是也有很多人 嫁给老外就是过得很好 中西方文化的差异 确实要考虑 但更多的要考虑彼此的争讨 你对于将来的安排 是在中国定居还是回国 在中国定居 如果跟这个丈母娘生活在一块 可以吗 可以 真的挺好的 大家都知道 中国的部分丈母娘 对女婿的 那个要求是非常苛刻的 要有车有房 还得要工资全部上交 这些是中国的风俗 你了解吗 你愿意吗 我了解 对 这多好 没有什么中西方 那你愿意吗 你没听明白 说中国丈母娘 有一点要求 要说有车有吗 有可能我现在没有房子 没有车 在拉脱威亚我有房子 但是在北京 我现在没有 但以后肯定会有的 但是现在没有那么多钱 妈妈要努力 那如果妈妈说 有了再结婚可以吗 再说吧 就先看吧 怎么说呢 工资全部上交 可以吗 就让小韩 来管你的收入 可以吗 可以可以 我这都可以 好男人啊 我钱什么都 我不管了 对啊 多好的男人 我觉得这外国小伙子 很真诚 他能努力地接受 咱们中国的文化 那我们 我觉得还有什么 不可以的呢 加油 加油 我帮你 加油 李懿的刘亚 有一个漂亮的女儿 在母亲刘亚 执意安排下 女儿成为李明护士 两个月前 小韩与拉脱威亚小伙 宝宝相识 两人感情急速神温 宝宝虽向小韩 提出结婚的想法 可是刘亚 却对这段跨国恋情 十分不满 那么刘亚 为什么会反对 这段恋情呢 她会来到现场 接手外国准女婿 宝宝的告白吗 接下来请你站到 开启告白之门的 按键旁边 问你几个问题 你的丈母娘 如果今天不来 接下来你怎么做 那我还是努力 我不会就是 因为她不来 就OK就算了吧 我不会这样做的 但是如果她来了以后 依然反对呢 你怎么说服她 我还是会慢慢 就是让她认识我多一些 让她就是知道我靠谱 如果说她需要 对你的考察期 再延长五年 你怎么办 就我还是努力 让她相信我 你非小韩不娶了是吧 意思是除了小韩之外 别的女孩你都不要了 对 是这个意思吧 是 好吧 让我们一起倒数五个数 五 四 三 二 一 嗨 你好 大姐你好 你好 先给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这句话 我叫刘雅 是小韩的母亲 我原来是在金玉堂工作 看出来了 很有艺术气息 为什么面色这么凝重呢 这几天一直在生气 那您生谁的气 这样用说吗 这宝宝挺可爱的 他跟我的女儿 刚认识两个月 让我女儿把工作就给撤了 有了老公不要娘啊 所以说呢 这么几天就就这样了 不是这样的 就是有好多次 就吃饭一块什么之类 然后他就天天不高兴 然后我就到底问 我说到底怎么了 为什么你不高兴 然后后来他说工作好累 我特别不喜欢我工作什么之类 他开心不开心 我怎么不知道 他生气我怎么不知道啊 不是有可能 他是不想让你不高兴呢 那你跟他认识 刚两个多月 你就要跟他结婚 你拿什么保证 来供我女儿生活 就是我给他 肯定给他安全感 保护他 你拿什么给他当安全感 你有什么资本 我觉得 没有工作 没有收入 没有协力 没有车 没有房 你拿什么 给我女儿当保证 也不是没有工作 也不是没有钱 就是不是那么多钱 但是我觉得 那你说一下 你的工作是什么 现在做那个安排一下 那种的 fashion的那种的活动 那种的 时尚秀活动的 对对 策划 然后执行 那种的 就是fashion trolley 根本就没有固定工作 那是活 在中国叫活 不是 你个月的收入 大概多少 大概是 一万到两万块 就每个月 不一定 那就不够 他一个人吃的 所以根本供不了 我女儿 将来结婚以后 女儿还要生孩子 那根本就不够啊 根本没有 衣食保证 还有别的理由 还有啊 这个文化差异 他中文说的挺好的 生活习惯呀 他们外国人拿着这个 结婚离婚不当回事 你对宝宝的印象 就这么不好吗 说句实话 他上来的时候 我们觉得挺好 哪儿好了 你看看 这个大长头发 他宝宝 剪了可以吗 大个大小伙子 叫宝宝 剪了可以吗 头发 宝宝不叫了 可以吗 可以 还有什么 其实阿姨担心的一些事情 确实客观的存在 但是可能阿姨 现在的情绪呢 可能有点激动 所以呢 考虑问题呢 可能就不会太冷静 刘大姐 也有这样的因素吧 毕竟自己带了 这么多年的女儿 两个月就被别人拐跑了 对呀 因为我本身就是担心嘛 所以我就不希望 我女儿 再走我的这个回头 我希望我的女儿 是开心快乐 我在这一点上 真的非常支持 我们这位漂亮的阿姨 我觉得 她以自己的前车之鉴 就不希望女儿重蹈固涉 在国外 月光一族 挣多少花多少 自由职业者 这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但是我们中国不行 我们要有一个生活的保障 所以这小伙子 不好意思 听我把话说完好吗 可是这小伙子 现在有什么 存款没有 他说未来会有 北京有很多这样的男孩 什么都没有 但一样结婚了 这工作那么好找的 还是钱 在北京 好多北票的男孩女孩 都没有车 没有房 因为北京的房价 就是那么贵 办车班就是那么的难 但是那我们不能说 没有车没有房 我们就不吃饭了 不生活了 父母这样 要车要房子 也是为我们好 但是我们不能说 爱情来了 我们就 我们就单顾着吃饭 爱情就不要了 如果这辈子 这一个人活到老 没尝过爱情的滋味 那活有什么意思 那这一辈子就完了 我觉得这种高调 每个人都会唱 我觉得超过爱情的味道 你才知道人生恋爱 没好 我觉得他们谈恋爱 没有问题 但是谈到结婚这个问题 爱情和面包 必须两样都能兼得 你让你的 未来的丈母娘的养老 怎么办 你将来拿什么养孩子 这都是实打实的 你能用空气吗 你能说我爱你解决吗 他愿意为您的女儿改变 那您为什么不愿意 给他一个机会呢 我觉得等你改变了 你再来求婚 你现在什么都没有 就想求婚 我觉得就这事 显得他特别不靠谱